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苗接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 目标是尽快达到350万的疫苗接种人数 一旦实现这一目标 餐饮和酒店企业就可以重新开放露台 塞梅尔维斯大学院长莫克利贝拉表示 由于英国变体的迅速传播 因此可以预计在接下来的时期中 该流行的病将在年轻人当中传播的最快 年轻人是社交群体最广泛的人群 因此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英国变体 是年轻人感染的极佳诱因 并且似乎已经有统计数据表明 感染的数字还在稳步增加 而且这种疾病会导致更具弃略性的感染 匈牙利首席医师表示 数十万剂新冠病毒疫苗将于本周运抵匈牙利 穆勒尔采齐拉在行动小组的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了这一消息 他强调匈牙利每三分之一的人 已经至少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大流行的数据正在稳步改善 但是个人的保护只有在接种疫苗后 才能提供保证 竞争力委员会表示 旅游业以及餐饮相关的企业 将得到进一步的帮助 财政部长沃尔高米罕一也赞同这一提议 其中包括减税和其他优惠 根据财政部长的说法 如果疫苗接种进展顺利 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超过10%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薛压力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备戴口罩 我会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